宜蘭全中運射箭項目進入第四天賽程的國中組團體對抗賽 前幾天英語綿綿的天氣終於放行 永豐高中與富里國中都驚險以一分之差 在最後的冠軍賽中分別奪下男之組與女之組金牌 永豐高中的選手們以平穩的表現過關斬將 贏得第一名的榮耀 我要謝謝教練 謝謝啟蒙教練 國中的教練 中學我們的教練 我覺得這場比賽我有比較穩 就是沒有放槍 沒有放槍很多這樣 然後就很開心 中學的大學 中學的大學 明天大學的大學 請蒙教練是他從國中 就讓我教得很厲害 首先我要謝謝我的啟蒙教練 還有我要謝謝我的師父 假如沒有師父也不會有現在的我 雖然這次比賽設得不太很好 但是我會再下次回來 國女主婦李高中 一開始表現並不穩定 處於熱厚狀態 但在關正時刻即時回穩 設下高分以210比209獲得勝利 比賽過程中競爭激烈 能拔得頭籌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選手們都很感謝教練的栽培與指導 這次得第一名很開心 然後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先感謝我們的老師 然後這樣辛苦的帶我們 然後這樣陪我們一起練習 然後我們今天才有這麼好的成果 就是對也很謝謝老師 然後自己大家也很努力 才能拼出這麼好的成績 然後也很開心啦 很興奮 然後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我們最重要還是要謝謝老師 然後也要謝謝我們的同學 就是大家一起努力 還有老師也這樣協助我們 我們才可以有那麼好的成績 記者 周晨馳 劉嘉莉 楊文綺 葉宜佳 宜蘭寶 阿 阿 阿